杨欣欣的思维能力 为张义打开了一扇新的门飞 她从未想过 暴雪城内部会出现叛徒 即便有权力的斗争 也不会有人丧心病狂到跟十月合作 然而 排除所有不可能 最后剩下来的那个 即便再不可思议 都是真相 实际上 张义这段时间也一直想不通 为什么天神小队负灭的那般轻易 就算是赢不了 可逃走总没问题吧 起码张义干掉那四明十月的时候 并没有花费太多的力气 这固然与她的实力强横有关 可是天神小队的队员也不是吃干饭的 那么最有可能的解释 就是 他们所有人的情报 都被人提前泄露给了十月 所以 他们才会在战斗当中被克制的死死的 而没有人注意到 张义这个外城的艺人 这才让她钻了空子 取得了最为辉煌的战果 张义陷入了沉默当中 太复杂了 这些东西太复杂了 她想不透 别人的事情 她原本不打算过问 可是现在 她也身处其中 会不会她自己也被牵连到 让人背后捅刀子呢 杨欣欣见到张义纠结的神情 继续开口分析局势 哥哥 朱正希望你去做队长 带新的调查队是吧 你有没有想过 这是为什么 张义看向杨欣欣 说道 因为我的能力 可以帮助他们对付十月 而且 从之前围剿战役当中来看 我的实力很强 杨欣欣点了点头 固然有这方面的成分 实力很重要 毕竟大区这边某些人 真要害邓神通 也已经达成了他们的目的 那么 他们也不是真的希望 大区败给十月 所以接下来 没有人会在围剿十月的过程当中 是绊子 而带队之人 除了要具备一定实力以外 还要有一个特性 那就是 不会威胁到高层的权力 毕竟暴雪城本地的一人 但凡是具备足够实力的 一定都有相应的身份 这个节点 谁要是击败了十月 挽回了江南大区 甚至整个华须国的颜面 他的名望 就会迅速攀升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而那个人 就有可能成为朱正的继任者 而暴雪城中 多个势力彼此牵制 谁都不希望其他人吞下这份功劳 张义若有所思地说道 所以说 才把我这个外城的一人 推到台前市吗 我在暴雪城 没有任何根基 即便是完成了这次任务 也不会对高层的权力 产生任何威胁 而且 张义忽然笑了 我一直以来 对于暴雪城的拉拢 都采取拒绝的态度 这也就表明 我是一个对权力 和暴雪城都不向往的人 即便是我完成了任务 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他们也可以顺水推舟 让我继续留在天海市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啊 张义本身也不傻 有些事情经过杨欣欣的分析 他一下子就想明白了 这趟浑水 真是不容易烫啊 张义感慨道 杨欣欣却笑道 其实哥哥 你不必如此担心 因为在我看来 真是那样的话 你反而会比较安全 因为只有你担任 天狗小队队长的职务 才会让暴雪城内部 达成相对和平的状态 暗中的几大势力 才会达成共识 不会彼此之间使绊子 张义耸了耸肩 但愿吧 反正我想好了 这件任务很有挑战性 如果情况不妙 我就开溜 先保命再说 他倒是光棍 主要是张义 对自己有很清楚的认知 他没有因为自己 觉醒了强大的能力 比较能打 就自以为是 这次十月的事件 背后牵扯到的东西太多了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轮盘 轮盘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可能会成为牺牲品 必须得小心谨慎地走好每一步 不可以被热血冲昏了头脑 杨欣欣低下头 神秘的一笑 既然哥哥你担心的话 这次回去就带上我吧 有星星在 也可以帮你出主意不是吗 小魔女说了半天 才道出了自己真正的目的 只有张义需要的时候 她才能够站在张义的身边 展示自己的能力 张义深深看了杨欣欣一眼 小丫头的心思写在脸上 没有丝毫隐藏 张义思虑了一番之后 说道 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场 战场可是会死人的 我甚至无法保证 自己能一直陪在身边保护你 你明白吗 虽然杨欣欣如今觉醒了异能 但是她的能力效果如何 张义还不清楚 这样一个18岁的少女 出现在战场上 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 张义想都不敢想 杨欣欣却认真的对张义说道 欣欣不会给哥哥添麻烦的 不要把欣欣当小孩子看待 而且这次行动 你身边有自己人在更安全 不是吗 游大叔此时也发生 他一拍大腿 很认真的建议道 没错 张义 暴雪城那里的人 未必信得过 还是我们自己人用起来放心 让我也跟你一块过去吧 张义赶忙摆了摆手 别闹别闹 这次的对手可不是闹着玩的 就连暴雪城 都是精挑细选了精锐参与战斗 这件事情 我再考虑考虑吧 她觉得 自己的确需要杨欣欣在身边 论头脑 杨欣欣比她好用得多 张义面对小场面 她的聪明才智倒是够用 但眼下明显牵扯甚多 而且 杨欣欣出身上层社会 对于那些门道 比她接触得更多 她又要想办法打仗 又要纠结于暴雪城的暗潮 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精力 另一方面 带上杨欣欣 可以趁机观察一下她的异能 顺便培养她的战斗能力 大不了 到时候 让花花负责保护她就是了 吃完了饭之后 张义同大家又闲聊了几句 无外乎是让他们 最近不要出门 注意好观察天海市的动静 然后 她就假意要回房去休息 不过 她却是悄悄来到了杨欣欣的房间 杨欣欣坐在粉丝的公主床上 翘生生地抬起头望着她 那么你就得知道会发生什么 张义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从口袋里将一把枪掏了出来 张义掏出了两把枪递给杨欣欣 这两把枪后座力不大 你用起来应该没问题 不过还是要勤加练习 不需要你枪法多好 用它来防身就行 一把里面装的是普通子弹 对付普通人用的 一把里面装的是起源弹 用来对付一人 杨欣欣很高兴地把枪接了过来 张义给她武器 就说明要带着她一起去了 当着张义的面 杨欣欣非常熟练地把枪拆开 查看了一边内部和子弹匣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 又把她组装了起来 见到张义目光惊讶 杨欣欣笑着说道 其实我一直都在练习枪法呢 这种事情不用哥哥提醒 人家也会做的了 张义忍不住笑了 你还真是蓄谋已久 她摸了摸下巴 目光在杨欣欣娇小可爱的身躯上掠过 看得杨欣欣一脸娇羞 今天晚上 要不然留在这里睡吧 张义愣了一下 随即摇了摇头 笑道 别闹了 等到了暴雪城 我会给你搞一套合适的战衣来穿 杨欣欣的腿刚刚恢复不久 体能不是特别好 到时候 她说什么都得找朱正 搞一套黑色战衣给杨欣欣穿上 她的人 就得跟她一样 把安全的问题解决好 到时候就让花花跟着你 她负责保护你的安全 到了战场上 我会尽量带着你在身边 不过遇到强大的艺人时 你就赶紧离我远一点 张义细心地给杨欣欣 如水一般划开 哥哥 你真是太好了 第二天早上 张义将几大基地势力的人 叫到了家中 围剿十月的事情 她跟萧红练 邢天 以及陈静官讲述了一遍 三个人脸色大变 都十分地担忧 张义对他们说道 知道害怕就好 接下来一段时间 都给我在基地里面 老老实实地待着 尤其是你 张义扭头望向陈静官 对方如果要袭击天海事 大概率是通过海上 所以 你的人需要警戒好海岸线 陈静官有些紧张 我会让人仔细盯着海面的 他们想要从海上过来 也不容易 毕竟 海上有我们的部队在寻衣 哦 张义挑了挑眉 这件事情 他倒是没听说过 陈静官说道 不知道是江南大区 还是东海大区的海军 会在沿海进行寻衣 我们出海的时候 曾经遇到过 张义古怪地说道 如果有海军寻衣的话 为什么十月的人 可以渡海而来 陈静官解释道 这样的环境之下 海军的寻衣 只是为了防止 海外大型船队入侵海域 如果是比较小的目标 有可能会疏漏掉 张义想到了十月当中 那名拥有预言能力的巫女 心下了然 对方应该是利用这种能力 和海军的疏漏 成功穿过了防线 毕竟今时不同往日 冒着极度低温 海军的寻衣 也变得艰难了许多 不可能防守住 整个东南沿海的漫长海岸线 张义望向三人 认真地叮嘱道 林海市已经被灭了 江宁市 也近乎于毁灭 我不希望天海市重蹈覆辙 所以你们自己多加小心 张义只能做到这些 真要是在天海市发生了些什么 他优先考虑的 肯定是自己庇护所里的人 至于三大基地 他只能说 随缘 三个人点头如捣算 心中多了些警醒 也不敢大意 三人都准备回去之后 立刻将所有产业 都转移进避难所里去 短时间内 不会再进行任何外部的行动 就在这时 邢天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对张义说道 那天海市的其他小型组织 需不需要管一管 张义看了一眼行天 诧异地问道 你什么时候那么好心了 天海市的确还有一些小型事里存在 但是经过原空夜的清洗之后 基本上也没有几个人 成不了气候 就是勉强维持着生计 行天嘿嘿一笑 如果是别人的话 我也就不够问了 但那可是你的老熟人啊 我的老熟人 张义摇了摇头 正想笑来着 可忽然之间 他的脑海当中 浮现出一个人的影子 他狐疑地看着行天 你说的那个人 莫非是李健 行天点了点头 没错 就是他 张义的眼神有些追忆 末世来临之前 张义和李健 都在一个公司上班 李健是财务部的总监 而他则是仓储部门的 一个小小主管 二人之间的交集 本来并不多 但是 从内心而言 张义很佩服李健那个人 他是为数不多的 能够在末世当中 还保留人性的人 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 张义做不到他那样 但是不代表张义不敬佩他 如果不是生活所迫 谁又愿意整日里勾心斗角 与人争杀 换取存活的机会 张义询问道 李健他们现在怎么样 行天说道 败雪椒灭亡之后 李健和败雪椒的几个艺人联手 成立了一个小型的组织 里面收拢了败雪椒的幸存者 大概有个三五十人吧 张义长叹了一口气 这个家伙 总是喜欢做这些善良的事情 反而显得别人都像坏人了 张义思索了一番之后 对行天说道 让他们加入你的组织吧 毕竟天海市人口凋零 毕竟天自然点头答应 暴雪城 高长空的归来 让局势又变得微妙起来 朱正对高长空大力赞许了一番 并且表示 希望他在接下来围剿十月的任务中 再建立一番功绩 而暴雪城上上下下 也几乎都认定了 高长空会成为第三次围剿任务的主导者 此时的高长空身上 被太多人寄予厚望 而高长空 他又在做什么呢 他没有理睬那些同僚们的恭贺 而是在回到暴雪城之后 第一时间 带着手下的人来到了城中的一区 这里 是整个暴雪城生活质量最差的区域 居住在此地的人口 从事的也都是最底层的体力劳动 归来的第二天 高长空带着自己的女友顾曼 和副队长纪余申来到一区 他们开着一辆很大的卡车 车上堆满了用积分点数兑换来的食物 煤炭等生活必需品 他们的到来 让这个区域的人们非常兴奋 这个地方算不上是贫民窟 暴雪城对普通居民的生活 还是提供了不错的保障 不会让他们挨饿受冻 而能留在暴雪城内的居民 无意不是过去社会上的精英 哪怕只是一些从事服务业的人员 过去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只不过 他们毕竟有家庭 有些家庭靠着一个人的劳动力 养活着两三个人 这就让生活物资有些捉襟见肘 而一区这里 这样的情况最为明显 高长空就是从一区走出去的人 纵然曾经是光辉无限的篮球巨星 经济也非常富足 可是末日之后 他的能力并不能为暴雪城 带来太多的贡献 后来觉醒异能之后 他靠着过人的异能力进入成卫军 后来一步步加入了燕云 并且成为调查队的队长之一 所以每次出任务回来 他都不忘记来到他曾经居住的地方 送一些生活物资 给这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一区人们 高长空来到小区之后 受到了人们热情的迎接 顾曼微笑着请大家排好队 然后领取生活用品 没有无用的杂物 都是为生的关键物资 这种时候 没有什么能比取暖的资源 以及食物更打动人心的了 人群中 一位领取完物资的地中海老大爷 看着手里的食物和煤炭 感激地望着正在搬运物资的高长空 如果高队长 以后可以做江南大区的统帅 那可就太好了 他此话一出 周围的人无疑不赞同地点了点头 是啊 高队长心地善良 懂得怜悯我们这些普通人 他要是当了统帅 我们也就不会过得那么辛苦了 顾曼文言 嘴角扬起一抹自豪的笑容 他拢了拢头发 扭头看向正在火车上忙碌着搬运物资的男人 谁能想到 这位调查队的队长 暴雪城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经常都会干这种苦力的活 高长空听到了人们的议论 哈哈笑道 大家可不要乱说这种话 我只不过是做了点微不足道的小事罢了 你们也不用过度地吹捧我 朱帅已经让暴雪城变得很好了 至少大家都能安安稳稳地生活 人群之中 一名妇女低着头 神色黯淡地说道 安安稳稳地生活 真的是这样吗 精灵当初有1500万人口 末世来临之后 被筛选进入暴雪城的不足200万人 后来 如果因为各种问题 丧失了工作能力的 则会被无情地驱逐出去 他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不让自己的情绪崩溃 因为他想到了他的父母 那是一对70多岁的老人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被赶出了暴雪城 高长空沉默了起来 这种事情 在末世当中实属无奈 有限的资源 只能够供养有限的人口 否则整个暴雪城都会迎来崩溃 大家一起死 以后 这个世界会慢慢好起来的 请大家相信 高长空用坚毅的目光告诉众人 他的眼神鼓舞了很多人 给了大家信心 高队长要是能当统帅 那可就太好了 朱帅虽然也不错 但他还不是得受到那些上层力量的裹挟 说到底 我们这些平民过的 还是很艰难 可不是人人都叫高长空啊 几个妇女说到这里 顿时拉着旁边的孩子 对他们教导着 要向高长空学习 看到了没有 即便只是普通人 也不是不能逆天改命 高队长和我们一样 都是在一区生活过的人 可现在 人家不也成了大人物 孩子们早就对这种话语听烦了 因为他们的父母 几乎每天都要拿高长空给他们举例子 高长空对此景象也是熟悉得很 因此发放完了物资之后 又询问了一遍 社区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忙碌了半天 才解决完这里的事情 他和顾曼 纪余生开着开车来到A区 找了一家咖啡馆休息 穷人生活的地方 只有冰冷的蜂窝状居民楼 而富人生活的地方 几乎与末世来临之前一模一样 你可以享受到各种美食 甚至奢侈品都能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 三个人点了咖啡和甜点 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 店员对他们的态度格外恭敬 又是看向高长空的目光 充满了小女生的爱意 即便这名女店员 已经是一位32岁的妈妈了 但谁还没有个少女心 她是那种能带着老公和孩子 穿婚纱看偶像演唱会的类型 只可惜 高长空的旁边坐着固满 这是一个很容易让同性感到自卑的女人 等咖啡上来之后 几个人闲暇之余 便开始聊起了天 鲫鱼身靠在藤椅上 微笑着说道 我们刚刚回来 原以为可以休息一阵子 结果上面又要让我们去做任务了 这江南大区 离了我们还真是不行 高长空喝了一口摩卡 微微一笑 只是因为刚好我们有空罢了 如果回来的是 其他调查队 同样会由他们去执行这项任务 顾曼看着高长空的侧脸 抿嘴一笑 这个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是吧 高长空忍不住唏嘘道 是啊 有些时候 真的是运气成分居多 如果让我们赶上了天海式的任务 可就 三个人都忍不住有些唏嘘 谁能够想象得到 一次简简单单地清除丧尸的任务 竟然会碰到伊普西龙级别的一人 边军武丧命 黑袍小队遭受重创 即便是他们前去 即便高长空拥有着非常强悍的能力 也无法弥补 他和觉醒状态下的伊普西龙的差距 继于深看了看周围 咖啡馆里面并没有多少人 他放下手中的杯子 低声对二人说道 队长 顾姐 队长 队长 到时候 你未必不能成为朱帅的接班人 高长空挑了挑眉 看了一眼既于深 又扭头 看向旁边的顾曼 顾曼对他回以微笑 高长空也笑了 你们想得太简单了 比起其他队长 我只是一个平民出身 没有关系没有背景 哪怕立了天大的功劳 也很难上位 顾曼笑盈盈地靠在他身上 那可未必哦 现在不同往日了 末世之下 实力最为重要 过去的秩序 已经被打碎得差不多了 暴雪城虽然还未完全崩坏曾经的体系 可也不会一直保持 游身也笑道 是啊 队长 只要我们解决掉了十月 我们在暴雪城的威望 将会达到极高的地步 到了那个时候 你绝对可以顺利进入 暴雪城权力的核心 鲫鱼身靠在椅子上 脑袋盯着天花板 眼神迷离 已经幻想出了那些画面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打破这个世界的规则了 你代表的不是你一个人 而是许许多多像我们一样 从底层一步步爬上来的小人物 他也好 高长空也好 如果不是觉醒了异能 在暴雪城都只是底层的小人物罢了 那些有权势的家族子弟 比如说邓神通 那些有背景的人物 比如说航武走出来的边军武 他们都能凭借着自己的背景 在末世之初 就得到大区各种资源的栽培 否则的话 凭什么他们就要比一般的艺人强大 天赋是一方面 背景又是另外一方面 就拿外城来说 真的没有天赋异禀的艺人吗 有 而且绝对不会太少 可是九成以上这种具备天赋的人 都在末世来临之后 不久就死掉了 死去的人才是正常的 活下来的都是意外 比如说张义 比如说杨欣欣 比如说各大势力的首领 而暴雪城中 顶尖的艺人之所以那么多 并非毫无理由的 高长空揉捏着手里的杯子 他的目光望向窗外 A区与B区之间 那堵灰色的高墙 像是一面无法打破的壁垒 而这样的高墙 每一个区域之间都有建立 这次任务 我会拿下来的 高长空深沉地说道 南部海域 岛屿新罗旗部 共有大大小小数千座岛屿 如同满天星辰一般 所以被称为繁星岛 末世之前 这里曾经有诸多小国 可是末世来临之后 这些小国的秩序 瞬间崩坏 力量成为了主宰者的 唯一衡量标准 无数亿人蜂拥而起 开始割据地盘 形成势力 而由于地狱的缘故 他们大多成为了海贼 半年的时间过去了 繁星海域的海贼 经过不断的征战 吞并渐渐形成了 几个大型的势力 而其中实力最强的 则是被称为 天龙海贼团的超大型势力 天龙海贼团的团长 是人称海龙王的李凤仙 而他坐下 一共拥有七个船队 分别由七名强大的艺人来统领 这一日 一艘破冰船 穿破重重海浪 来到了天龙海贼团总部 天龙岛 他出现在了天龙王李凤仙 以及众多凶恶海贼的面前 天龙岛内部 是一个巨大的巢穴 天龙王李凤仙 端坐在高位之上 就是你在江南大区的眼皮子底下 闹了个天翻地覆 十月之战的消息瞒不住 经过有心人的故意扩散 早就让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自然也逃不过天龙王的耳目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 他区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浪人 根本没有资格出现在这里 凤凰愿人压了压自己的冒言 周围的海贼都对他露出凶恶的表情 仿佛是一群随时会吃人的恶鬼 可是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畏惧 而是邪魅一笑 没错 尊敬的天龙王 在下侵蚀之月组长 凤凰愿人 李凤仙死死盯着他 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好一个有种的小子 孤身一人来到天龙岛 你可真是不怕死啊 说到这里 他的脸色忽然一冷 整个洞穴中的温度 似乎都下降到了冰点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最好给我说清楚 否则的话 今天这里就会成为你的目点 海贼团的总部 是他们的核心机密 繁星海域岛屿众多 兴罗旗部 他们借此藏身 天龙岛就在其中一个隐秘的地带 只要他们躲藏得好 凭借着地理的优势 就没有任何势力 能够找到他们 甚至不熟悉地形的人 还会被困在诸多岛屿之内 成为活靶子 凤凰愿人 一个霓虹渡海而来的浪人 却精准无误地 找到了他们的总部 这已经让天龙王的心中 出现了杀意 嘿嘿 周围的海贼们 已经拔出了匕首和枪 有的伸出舌头 舔尸着笔身 那带着贤味的血气 将他千刀万剐 凤凰愿人却对这种杀鸡 视若无睹 很简单 因为我拥有这种能力 只要我想找到你们的所在地 就一定可以找得到 天龙王谋光一鸣 能力吗 原来如此 他雄壮的身体靠在座椅上 喃喃念叨 这个世界越来越疯狂了 所出现的一人千奇百怪 谁都不知道 会有怎样的能力者出现 不过这一点 他也不是毫无准备 天龙岛的所在地 从来都是以天龙海贼团为准 他们不会在一个区域停留太久 浪人 你来到这里 有什么目的 说出来 让我听一听吧 凤凰愿人整了整自己的衣服 他看了一眼周围虎视眈眈的海贼 缓缓张开了自己的双臂 天龙王阁下 我这次来 是要送你一份大脸 送给你们天龙海贼团 一份颇天的财富 此话一出 现场发出了一阵嘲讽的爆笑 就连天龙王本人也笑了起来 那个家伙 他竟然说要送给我们巨大的财富 可笑可笑 他以为自己是谁啊 他又以为我们是谁 凤凰愿人对笑声毫不在意 他大声说道 我当然知道 金银珠宝现在毫无价值 在这冰雪的世界当中 武器 能源 食物 人口 这些才是最珍贵的 天龙王的寓座旁边 一个留着银灰色短发 戴酒红色眼镜的男人 推了推眼镜 冷淡地说道 浪人 你知不知道 对我们天龙海贼团而言 所谓的珍宝 是什么规模吗 放眼南部海域 能让他们是做猎物的 都是以国为单位 猎国 才是会让他们感兴趣的大声音 凤凰愿人呵呵一笑 那么 如果我告诉各位 请你们与我一同分享 华须国江南大区复述的疆域呢 此话一出 现场的笑声戛然而止 海贼们看着凤凰愿人 那眼神如同看一个疯子 就连天龙王与他的副手白莲 也是皱起了眉头 你这个家伙 是疯掉了吗 白莲冷冷地问道 凤凰愿人咧起嘴角 大声说道 不 我可没有疯 江南大区的副数 你们应该知道 他们随便一个城市 所拥有的资源 就堪比你们南部海域的小国 而且 相信我们的事迹 你们都已经听说过了 我们十月十三个人 就让整个江南大区 束手无策 我们可是在正面 击败过江南大区两次 天龙王的眼睛里面 闪烁着异彩 这些事情 他当然听说过 凤凰愿人的话语 让一些海贼 开始议论起来 听说 那个国度的江南大区 的确被十月搞得很头疼 连说了两次 对方只有这些家伙 是不是说 那个地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呢 事实摆在眼前 十月的头领 还好好的在这里站着 看样子 他们所拥有的强大力量 在末世来临之后 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连十三个人都无法铲除 则则则 有可能 他们连我们天龙海贼团的实力 都不如呢 可就在这时 一番队的队长 长着阴沟鼻 皮肤惨白的尼路特 开口说话了 不要小看任何强大的国度 他们所拥有的底蕴 为什么你自己不去吃下那份大餐 而跑过来求我们 周围顿时响起了一阵嘲笑的声音 凤凰愿人笑道 我们人手太少了 能做的事情当然也不多 所以我才来到这里 希望能够与你们进行合作 凤凰愿人盯着王座上 那个野心勃勃的海贼王 天龙王阁下 我想 你也不会甘心 只在这小小的海域纵横吧 海洋上物资匮乏 根本经不起你们长期的掠夺 可要是能够 从江南那块富庶的地方 狠狠捞上一笔 足够你们海贼团数十年的花费 而且还能够让你们天龙海贼团 扬名立万 他指着自己 如果你们担心他们的实力强大 我就是最好的说法 我证实了他们的外强中干 根本没有传闻中的强大 白莲何斥道 住口 区区一名浪人 妄图让我们去给你当诱饵吗 你这拙劣的把戏 也想用来骗我们 真是找死 呛了 咔哒 数十把武器拔出 对准了凤凰愿人 刚刚还在放声大笑的海贼们 一瞬间就可以变脸 凤凰愿人却临危不乱 他没有去看白莲 眼睛里只有一直默默不语的天龙王 他双手插兜 微笑着说道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你们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 而我 可以帮你们带路 避开海军 相信我 如果这一次机会 你们把握不住 你们将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 对那片富饶的土地下手了 说着 他转过身 看向其他海贼们 听到这番话的时候 海贼们有些蠢蠢欲动了 他们是南部海域的霸主 覆灭过很多南部小国 在这片大海上 几乎没有敌手 但是 总是小打小闹 已经让他们感到乏味了 如果有机会 去战胜一个庞大的势力 并且掠夺他们的财富 这是对天龙海贼团的海贼们 极具吸引力的疯狂行径 白莲抱着胳膊 沉默了片刻之后 眉宇间露出嘲讽的神色 愚蠢 你们虽然短暂地取得了一些小胜利 但是大势力的抵御 不是你们这种浪人 所能明白的 区区一个浪人组织 就敢狂妄自大的挑衅大势力 无异于是找死 你是个狂妄的疯子 但是我们可不一样 海贼虽然可以疯狂 但我们绝对不愚蠢 白莲的呵斥 让凤凰怨人的目光微变 你说的对 我是个疯狂的人 但是 连我们都能做到的事情 南部海域的霸主 都不敢去做吗 你 白莲本来打算出言呵斥 却被天龙王一个眼神制止了 白莲攻身后退了半步 天龙王一手撑着膝盖 满脸玩味地盯着凤凰怨人 你叫凤凰怨人是吗 的确是个很有趣的家伙 够疯狂 够胆破 像你这样的人物 如果出现在南部海域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你 因为你胆子太大了 留你做敌人非常危险 留你做我的属下 也不可能期待你的忠诚 他朝凤凰怨人挥了挥大手 所以 你滚回去吧 你的意见 我不接受 天龙王洪亮的声音 在天龙岛的洞穴之中回荡 凤凰怨人眯起了眼睛 天龙王拒绝了他的提议 让他非常的失望 之前的战斗 他们损失了五名成员 如果想要继续登陆作战 就必须要补充力量 于是他和神功四成一郎商议 二人分别去找援兵 横行南部海域的海贼 本是他心目中最合适的合作对象 然而 天龙王拒绝的毫不留情 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凤凰怨人知道继续劝说 已经无用了 他微笑着 朝天龙王攻了攻身子 我在那片土地上燃起大火 凤凰怨人挑拨天龙海贼团失败 目光阴致地转身离去 可是就在他走出洞穴的时候 身后的人群当中 一道诡异的视线 随着他的后背追了过去 天龙王的声音在洞府中响起 愚蠢的浪人 他根本不明白 这种超然势力的底蕴有多恐怖 愚昧无知的人 在这末世当中 即便拥有强大的力量 也会突然葬送自己的性命 天龙王的目光略过下方 他察觉到了 自己的属下当中 有人心动了 毕竟 他们的死敌 就是大国的海军 那种装备了最先进武器的舰船 只需要一艘 就可以灭掉他们庞大的杂牌船队 陆地之上 装甲 火炮都难以发挥 但是在深海当中 舰艇的威力 却从来没有降低过 以至于天龙海贼团 纵横繁星海域 却一直都在近海活动 绝对不敢靠近 那界限分明的深海领域 你们这些家伙 都给我听好了 天龙王怒吼道 没有我的允许 任何人不许 再跟那群浪人有所联系 否则的话 别怪我没提醒过他 底下的众人听罢 慌忙低下头 表示臣服 是 王 可是 有一个长着历齿 枯瘦如恶鬼的家伙 眼睛里却出现了奇异的光芒 凤凰月人离开洞穴之后 却并没有着急离开天龙岛 天龙岛 作为天龙海贼团的大本营 这里不仅仅有海贼 还有他们的家人 以及劳工 岛屿周围停放着数千艘船 不过大多是小船和渔船 从南部海域小国掠夺来的舰艇 只有七艘 也都是老式的造型 这也是为什么 天龙王不肯跟着凤凰月人冒险的缘故 哪怕是这一千多艘船一起上 都不够一艘新型战舰打的 凤凰月人想了想 用一块面包向路边的孩童 打听了附近酒吧的位置 孩童欣然告诉了他 然后凤凰月人就去了那里 在众人惊诧的目光当中 买了几杯酒来喝 至于付款的方式 是他的枪和子弹 天龙岛上鱼龙混杂 彼此之间不认识的也很多 大家虽然看着凤凰月人面生 也没有怀疑到他是外来人 而且海贼团内部的人 都是来自不同国度和区域 其中就有霓虹人 凤凰月人在这里 凭着幽默的话语 很快就和一群人欢快地打成了一片 不过当一群穿着名牌羽绒服 头戴沾帽的人走进来以后 酒吧里的气氛立刻就安静了下来 凤凰月人身边一个海贼提醒他 这几个人是四番队队长卡努特的手下 在等级森严的天龙海贼团内 他们的级别远远高过普通的海贼 劳工属于正规君 这三个男人 一个是高大的胖子 一个纤细如同竹竿 言行举止却格外优雅 还有一个无短身材 看上去颇为滑稽 三个人一走进酒吧 那矮子便笑着与旁边的人一个个打招呼 凤凰月人手里拿着一杯酒 微笑着一边喝一边看着他们 那三个人走着走着 就来到了凤凰月人他们这一桌 桌上的其他几个人立刻站起身来 为他们让位置 不过凤凰月人依旧无动于衷 只是静静看着他们 那三个人却旁若无人地叫了酒 矮小的胖子非常健谈 他喝了酒之后 就喋喋不休地聊起了自己过去的故事 从他的叙述当中 可以听出来 他曾经是普罗那群岛的一名罪犯 帮派成员 他像是一个天生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说到高兴的时候就站起来 虽然他站起来也没有多高 他一手拎着酒瓶子 一边说着过去混帮派的去世 周围的人看着他 不时发出哈哈的大笑 凤凰月人一边喝着酒 一边点燃了一只雪茄 也在笑呵呵地看着他 七年前就在七年前 我们在曼哈城干掉了一个叛徒 不过我当时气魂头了 所以把那个混蛋挂在了电线杆子上 不出意外的 他耸了耸肩 一脸无奈的表情 我被那些条子抓住了 人群顿时响起了一阵大笑 哈哈哈哈 你是个天才 你应该把他挂到警局外面的柱子上去 矮个子一脸无奈 继续说道 然后 那些可恶的家伙 尤其是一个足有二百多磅的肥猪 帮我绑了起来 他们问我 是谁让我干掉的那个混蛋 你们猜猜我怎么说的 他用期待的眼光望向众人 大家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看着他 因为大家知道 他会有下文的 矮个子板着脸 我告诉他 你吃屎去吧 矮个子生动的表情 让现场再次爆发出了一阵大笑 矮个子等到众人笑完以后 继续说道 OK 那个胖子给了我一拳 直接就让我昏过去了 然后他们用冷水浇醒了我 那个胖子很得意地看着我 问我 你现在想起来了吗 我反问他 我不是让你去吃屎吗 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这一次 现场的爆笑声更大了 对于这些海贼来说 过去的犯罪行径 尤其是静班房 对他们来说不是污点 反而像是功勋章一样 连凤凰院都忍不住笑了 你真是个有趣的家伙 听到他这句话之后 原本还在逗笑众人的矮个子 突然沉下脸来 那张滑稽的脸上 小丑般的表情消失不见了 他冷冷盯着凤凰院人 眼睛里的冰冷 会让人发自内心的站立 你刚刚说什么 你说我很有趣 是什么意思 凤凰院人微微眯起眼睛 他早就知道 这几个人 肯定是天龙王手下的某位派来的 或者就是天龙王的手下 我只是在说 你刚刚讲的故事很有意思 矮个子死死盯着他 有意思 你是说 我刚刚在讲一个笑话 是为了逗你笑是吗 像那小丑一样 就为你让你高兴 酒吧里的空间都安静了下来 刚刚的小丑 此时换了一副嘴脸 真正让人看到了 什么叫做翻脸比翻书还快 当他笑盈盈的时候 你会感觉他毫无威胁 轻善而有趣 可当他变脸之后 人们才会想起 他是海贼团当中重要的干部 杀人不眨眼的存在 对他来说 杀人就是像吃饭一样简单的事情 矮个子突然开始对凤凰院人发难 这让酒馆里面的气氛 顿时变得冷如冰窖 有些人已经开始偷偷地往外面溜 生怕接下来会爆发冲突 影响到自己 毕竟这几名四番队的干部 可是杀人不眨眼的 只要他们高兴 随时都可以杀人来找乐子 矮个子继续盯着凤凰院人 告诉我 你刚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 TMD 叫我TMD的很有趣 他的眼神像是刀子一样锐利 不是手上沾满鲜血的恶棍 是没有这样眼神的 可凤凰院人依旧笑眯眯的 他淡淡地说道 你TMD的就是很有趣 矮个子的脸沉了下来 他的手缓缓地探向大衣里面 这个动作 当着凤凰院人的面 没有丝毫的遮掩 可是非常突兀的 他指着凤凰院人大笑了起来 该死的 这个家伙的胆子可真大 我还以为 差一点就能把你给唬住了呢 旁边几名海贼 也是笑得很大声 嘿 德鲁娜 你说了我们两把机枪 矮个子德鲁娜 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小瞧他了 凤凰院依旧面带微笑 看着这几名 殷勤不定的海贼 这种逗小孩子的把戏 哄一哄其他人 或许可以 但是跟他比起来 这几名海贼所谓的恶行 连过家家都算不上 他 才是真真正正的恶棍 是谁叫你们过来的 凤凰院吞下一口威士忌 把空杯子放到旁边 轻描淡写地对九宝说道 迷药的伎量放得太少了 九宝脸色微变 却只是笑笑 伸手取走了杯子 德鲁娜对凤凰院说道 走吧 有一个人要见你 他对你今天所说的话 很感兴趣 凤凰院的眼中 闪过一抹笑意 他就知道 那些贪婪而自大的海贼 不可能对自己的话 无动于衷 哪怕天龙王再如何禁止 也终究有人敢铤而走险 否则的话 他们就不是海贼了 凤凰院人跟着四名海贼 干不上了一辆汽车 在天龙岛屿转了好久 一路来到了一艘 巨大的铁甲舰船上 这里 是天龙海贼团 第四番队的所在地 而那艘巨大的铁甲舰 是四番队队长卡努特的作剑 之前听到了 凤凰院人的一番阐述之后 这个来自南部海域的 棕色皮肤小个子海贼 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欲望 他听说过 十月在江南大区 兴风作浪的事情 在他看来 区区十三名浪人 就能让江南大区头疼不已 而他手下强大的四番队 可是拥有数千名海贼 强大的一人就有三十多名 如果能够跟十月合作 跑到那片富饶的土地上 劫掠一番 日后他卡努特的大名 凤凰院人来到了卡努特的住处 这个棕色皮肤 留着阴沟鼻的瘦子目光 英智地盯着他 浪人 你之前在天龙王面前所说的话 是真的吗 江南大区 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孱弱不堪 凤凰院嘴角的笑意浓郁了起来 他张开双手说道 当然不是 如果我们和他们展开正面对决 比如说 直接进攻他们的总部暴雪城 仅凭我们十三人 毫无胜算 这一点 我还是有非常清晰的认知的 但是 他的声音抬高了几个分贝 他们的领地面积太大了 大到比一般的国度还要巨大 可是他们 却没有足够多的人手 来防守每一片土地 凤凰院人朝卡努特伸出手 我们不会愚蠢地和他们硬碰硬 只要不断地袭扰他们 让他们疲于奔命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只有我们十月自己行动的话 所收获的东西是有限的 所以我才会来寻找你们合作 以你们天龙海贼团的兵力 肯定能够大肆掠夺一番 凤凰院人耸了耸肩 略带遗憾地说道 只可惜 我有些高看了天龙王的胆量 卡努特眸中闪过一抹杀意 大声呵斥道 给我闭嘴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评价我们的王 凤凰院人见状 轻轻一笑 推了推手掌 抱歉抱歉 我可没有冒犯的意思 只是 这么好的机会 一旦错过的话 将不会再有第二回了 他笑眯眯地说道 你们也很难找到 像我们这样的帮手 卡努特眯起了眼睛 他缓缓地说道 我们通过南部海域 前往江南大区 最大的麻烦是他们的海军 你说 有办法帮我们 绕过我们海军的防备 凤凰院人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当然 如果做不到的话 我们又是怎样 在那片土地上登陆的呢 有了竹内真有美在 他们可以避开一切的凶险 而张义那次 是个例外 嘿嘿嘿嘿 有意思 真有意思 卡努特阴冷的眸子 盯着凤凰院人 两久之后 他才咧开嘴笑道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一起搭干一场吧 凤凰院人笑道 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话音未落 一把冰冷的手枪 抵住了他的额头 可千万别跟我耍花样 否则的话 我一定会亲手干掉你 凤凰院人对额头的手枪 视若无睹 当然 我们现在是合作伙伴了 不是吗 张义这边 他回到天海市 仅仅待了一天 四种化合药物交给周可尔 刮下来部分粉末用以研究 剩下的 还是被张义带在身上 以备不时之需 而他则是带着几个人 返回了暴雪城 这一次 除了梁月和花花之外 他带上了阳星星 三人乘坐暴雪城专列 来到了暴雪城 一下列车 他们就见到两个熟悉的面孔 两个身穿黑色作战服 戴着墨镜的保镖 不是烟云卫或者城防军 而是邓家的私人保镖 甚至可以称之为私兵 因为张义猜测 邓家手中同样掌握着一只不俗的力量 张义先生 我们是邓远博先生派来的 他想请您今天共进午餐 不知道您方便否 张义面对邓家的邀请 有些意外 他和邓家也没有什么渊源 之前倒是去过一次邓远 也是因为邓神通的邀约 现在邓神通已经战死 他还以为邓远博伤心过度 没有心思管外面的事情 谁能想到 他会请自己过去共进午餐呢 张义思索了一番之后 虽然不清楚邓远博的目的 可也知道 与邓神通的死脱不了关系 邓家在江南大区势力很大 邓家的家主亲自邀请 张义还是得给这个面子的 他看向两名保镖 笑道 方便我带上几个朋友吗 两名保镖看向杨欣欣和梁月 点了点头 当然可以 他们的任务只是把张义请过去 至于张义待人与否 都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谈话 那好 有劳了 两名保镖公身让开一条路 各位这边请 张义几个人跟着他们上了一辆汽车 车子沿着张义有些熟悉的道路 朝着邓远开过去 黑色的房车后面非常宽敞 里面不仅温暖华丽 而且还有内置的冰箱 里面放着酒水饮料 张义看着前面的司机和保镖 默默取出了自己的卫星电话 他给梁月和杨欣欣一个眼神示意 二人顿时明白过来他的意思 这是要通过文字交流 张义 邓家 请我过去吃饭 你们怎么看 觉得他们是善意 还是来者不善呢 梁月皱着眉头 思考了半少说道 我也搞不清楚 张义大腿上的花花 好奇地跳上他的肩膀 虽然看不懂文字 但也一副凑热闹的热心模样 杨欣欣笑了 他在手机上迅速地打下两个文字 拉拢 张义看了一眼旁边的杨欣欣 继续打字问道 怎么说 杨欣欣嘴角露出神秘的笑容 按照目前的情报来看 暴雪城的顶级战力并不多 已知的就是六大调查队长 作战部部长图云烈 以及朱正身边的警卫孙露玄 以暴雪城的管理模式来看 不太可能存在隐藏的强者 就算有 也不多 而邓家非常依赖邓神通这位顶尖的能力者 来维持他们邓家的地位 可是现在 邓神通战死了 这会对邓家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加上之前边军舞的战死 让暴雪城的平衡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或许新的洗牌时机就要到来了 邓家邀请哥哥你过去 不可能是要针对你 那对他们毫无用处 只有可能是拉拢你 成为他们的人 杨欣欣的一番分析非常有道理 让张义的心情也稍微放松了一些 在今后的世界当中 顶尖战力将会决定一个势力的强弱 普通士兵甚至热武器 都在慢慢地失去战场的主导权 若非如此 十月一十三人又怎么可能在江南大区如此嚣张 他想要拉拢我是吗 张义皱起了眉头 他打字说道 可是 我不希望掺和到暴雪城的权力争夺当中 他向来不是一个热衷于权势的人 他真要想的话 当初解决了原空夜后 他就可以向朱正邀功了 杨欣欣想了想 说道 可以先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 但是很明显 现如今邓家不会选择跟哥哥你撕破脸 就算哥哥你要拒绝 也要给他们留下幻想的空间 张义了然地点了点头 这些人情世故的规矩他还是明白的 不过想一想也挺好笑 都漠视了 在存在社会制度的地方 依然需要讲究这些东西 半个多小时之后 汽车来到了邓元 依旧是熟悉的地方 不过张义来到这里之后 感到这里多了几分凄凉与肃杀 就连邓家那些护卫的表情 似乎也严峻了几分 天神小队的失利 邓神通的战死 给这个家族抹上了一层厚重的阴霾 这种情绪蔓延至今 难以消散 来到邓元之后 接待他们的是一个 穿着西装的优雅男子 他看上去只有四十岁左右 却容貌俊美 气质优雅 一副绅士的模样 这是邓家的管家连城 张先生 还有二位小姐 欢迎丽临邓元 我们老爷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邀请各位共进 花花一直被杨欣欣抱在怀里 他不满地喵了一嗓子 似乎不满连城忽视掉了他 连城见状有些惊讶 连忙笑道 是我们招待不周了 我马上去准备猫粮 花花这才满意地眯起眼睛 继续蜷缩在杨欣欣的怀里 白天的时候 他基本上都在睡觉 懒得做任何事 张义三人跟随连城一路往前走 邓远博的住处他 还是第一次过来 走进客厅当中 就看到几十名身着气泡的漂亮女人 站在两侧 恭敬地朝他们行李 欢迎张义先生 杨小姐和梁小姐 房间里面金碧辉煌 一眼甚至看不到镜头 无法想象里面的空间有多大 再搭配上这些美貌的女子 张义深切感受到了邓远博的诚意 杨欣欣却微微皱眉 不是很喜欢邓家的欢迎方式 连城跟在张义旁边 笑眯眯地问道 张先生 这种环境您可还满意 张义心说 我可太满意了 不过当着杨欣欣跟梁月的面 他不得不收拢起嘴角的笑容 冷淡地点了点头 不错 这个比 张义都想给自己打满分 连城也有些惊讶张义的镇定 心道 果然不愧是老爷看中的人 好强的定力 之前还因为他 只是个普通的仓库管理员 而小看他 现在想来 是我错了 不一会儿 几个人穿过华丽的长廊 就来到了用餐的地方 餐厅里面都是红色的布置 非常热闹 甚至有些喜庆 这让张义有些古怪 邓神通尸骨未寒 就搞得这么热闹 真的合适吗 不过 大概是老头子喜欢热闹吧 也可以理解 冰河时代降临之后 许多人开始喜欢上 这种火焰一般的红色 因为看到他之后 心理层面都会产生一些暖意 邓远博穿着一身红色的糖装 笑眯眯地坐在巨大的圆桌旁 连城说道 邓先生 张义先生他们来了 张义走过去 对邓远博礼貌地说道 邓先生您好 打扰了 杨欣欣和梁月 也淡淡地说了声 邓先生好 杨欣欣的思维能力 为张义打开了一扇新的门飞 他从未